今天的第一条信息 为了上市 底裤都可以脱了 A股的审核上市 就是一个笑话 为了上市 企业敢脱了自家的底裤 随便看 出事算自家倒霉 反正大家都在这样弄的 就是读法不则重 昨晚看了长风药业 IPO招股说明书 上面赫然写着一条支出 2022年医院拜访费2385万元 2385万元医院拜访费 在这家公司看来是小事 明目张胆地公布 这样自我举报腐败的行为 真亮瞎了我的眼睛 今天的第二条信息 爆炸性言论震撼国内外 中国顶尖芯片企业 陷入绝境 CEO陈南祥炮轰 连修都修不了 上海半导体展会现场 一片哗然 近日 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巨头 长江存储的CEO陈南祥 在2023上海半导体展会上 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言论 直指中国芯片产业 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 他毫不留情地宣称 中国连买零件都成问题 设备几乎无法修复 仿佛变成了畸形摆设 陈南祥的言论 立刻引起了 展会现场的哗然与震撼 各界专家纷纷表示 这是目前关于芯片问题 最真实的报道 中国芯片业 被美国制裁逼入绝境 一片寒蝉般的凄凉 长江存储 作为中国顶尖的芯片企业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 陈南祥的讲话 揭示了中国芯片产业 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境 美国对光刻机配件的禁令 使得中国无法购买到关键零部件 这不仅给芯片产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更让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窘境 今天的第三条信息 原文重大突破 中科院宣布 比音伟达快一点五倍到十倍 AI芯片要变天 下面是网友的评论 一 芯片还是我们中华传统手工的好 比较有文化底蕴 二 怎么手工 详细说说 三 配方式绝密 你这是想偷我国技术吧 四 你不是想说手工打磨吧 看你们阴阳怪气的 五 汉星大佬 告诉你砂纸怎么用 六 国家保密配方 七 你们太不像话了 打磨工艺可以说下吗 八 砂纸得用细砂的 别的不方便透露了 九 粗砂也得要 要交替进行 十 主要是抛光要抛好 千万要把以前的痕迹 抛得干干净净 十一 前几天才看到电脑 CPU 又是打磨自主 外形 速度 缓存 配套主板 和英特尔的一模一样 十二 保德说 我们从没说过 我们不是贴牌 十三 电焊烙 砂轮膜 嘴在吹 十四 嘴吹 是为了在加工过程中降温 传统工艺 十五 我会刻章 用不用的上 十六 嘴吹气降温 是传统工艺的必须环节 是精髓 必须传承 十七 北大手工断打 0.85纳米芯片的事 你们忘了 十八 卖沙纸里卖沙纸 十九 前几天 有个用十一代英特尔芯片的 被曝光了 这个不知道需要多久 二十 你们这个工序 和我高达打磨水口 有个啥子区别 二十一万二千五百号精细打磨沙纸批发楼 量大从幽 二十二 光想着打磨了 打磨完 不打印 logo啊 来 来 来 logo一折打印 二十三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补贴拿到手软 二十四 给你们点赞到手软 二十五 对叠大马吗 二十六 打印logo我最在行 这点肯定可以国产 二十七 莲花板蓝超级万能芯片 装哪都好使 二十八 现在好多东西 都是人工饲养 人工制造 人工智能等 怎么能和以前自然的 或者野生的好 举个例子 中医药 二十九 都二零二三年了 怎么还手工 直接三D打印的模型 百纳就够用了 反正谁也不会 真拿那芯片跑程序 三十万五千目 砂纸抛光 三十一 台湾统一 刻不容缓 今天的第四条信息 这是伊利达雷之怒发的帖子 看来很多人已经忘了 当年川北医学院的瓜了 差不多刚好五年了 印象中 也是七月份左右的事 剧情大概是这样的 川北医学院 要求一女生 把条件更好的新宿舍 腾给留学生 然后这些女生 当然就不愿意了呀 于是找到我们几个 主要是唐老鸭 还有双叶 要求帮忙发声 上了热搜以后 学校妥协了 说是给学生们道歉 并承诺这一切不疼 等他们毕业之后再说 本来算是不错的结局的 好玩就好玩在 这几个来投稿的大一女生 马上来要求我们删微博 而且语气特别生硬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 我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你们也蹭到了热度 现在满意了吧 可以删了吧 理由是留着微博 影响到他们母校生育了 都这样说了 怎么办呢 那就删了 然后 前脚我们删微博 后脚热度降下去了 川北医学院 立马撕毁承诺 要求继续腾宿舍 然后 这群人又厚着脸皮 来继续找我们帮忙维权 今天的第五条信息 环球网资讯网 商务部说 正按照加入CPTPP 与各成员进行沟通和磋商 网友评论 大家好不容易建一个新群 就是为了避开你 怎么可能又拉你进去 另一个网友说 不管什么要求 先答应 还有个网友说 遵不遵守 那是以后的事 今天的第六条信息 知乎上有人问 房地产真的凉了吗 一个网友回答 人最大的错误认知 就是他觉得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所以才那么多人 敢背上三十年贷款 今天的第七条信息 据凤凰网报道 伊朗道德警察卷土重来 伊朗道德警察将恢复街头巡逻 英国广播公司BBC 7月16日报道 伊朗官方媒体透露 伊朗道德警察将恢复有争议的巡逻 以确保女性遵守着装规定 并在公共场合遮盖头发 伊朗官方一名发言人 16日表示 道德警察将重返街头 执行有关投金的法律 伊朗道德警察的官方名称是 指导巡逻队 愿于1979年伊朗革命胜利后 出台的要求妇女 在公共场所严格佩戴投金的法规 指导巡逻队 于2000年独立组建 承担确保女性遵守着装规范的职责 她们三五成群 开着绿色条纹的面包车 走街串巷 在街头或室内检查人群 被巡逻队发现的违规者 将面临罚款 罚没车辆 鞭刑 入狱等惩罚 2022年9月 22岁的伊朗女青年 马莎阿米尼 因涉嫌为正确佩戴投金 被指导巡逻队逮捕 在拘留期间 遗遭刑讯后身亡 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 急骚乱 之后道德警察 一度从街头消失 现在 伊朗道德警察将恢复街头巡逻 凭 一群最没道德的人 要求强迫别人遵守他们自己定的所谓道德 呸 今天的第八条信息 山东大学宣布永久取消 异性学办制度 校长樊立明离任 升职至教育部 近日 国内知名高校 山东大学发出了一则重要公告 宣布永久取消 异性学办制度 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 与此同时 山大校长樊立明也宣布离任 将升职至教育部 这一消息同样引发了 人们对教育领域的关注和思考 樊立明离任山大校长 后来又升职至教育部 担任新闻科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继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 当然 他也并没有完全离开山大 仍然兼任山大国家治理研究院 院长的职务 今天的第九条信息 国家统计局公布 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5.5% 中国新闻网 中心网7月17日店 7月17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 中国经济数据 初步核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9303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5% 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5% 二季度增长6.3% 从环比看 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 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傅林辉说 要正确认识宏观数据 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 所有指标都下跌 但是加在一起 就增长 我真服了 能不能把每一项的增长 都分别列出来啊 今天的第十条信息 46岁大妈 约两名教练陪睡觉 因兴奋过度 当晚死亡 标题 广州惊人悲剧 家庭主妇与健身教练 约会激情 陪练后突然死亡 舆论炸裂 人身安全问题 怎能被忽视 今日 在广州 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悲剧 46岁的周女士 邀请两名健身教练 张某和卢某到家中 进行私人陪练 然而在与两位教练 发生激情后 周女士突然不幸离世 这一事件 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今天的第十一条信息 今天又生小 去审核材料 我家二胎是双胞胎 他们竟然说 你一套房子 占三的学位 有点不合适吧 我就想说 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了 我不求响应国家政策 给我啥补贴 为啥上学 就说我孩子太多了 这是故意刁难人 还是不支持国家政策 身为人父 才终于知道 为啥出生率这么低了 太难了 今天的第十二条信息 地方债 最终都还是全民买单 赴了和尚 穷了庙 虽然欠了这么多债 可城投 箭头 交投老总们的收入可不低啊 没有哪家日子过不下去 而且纷纷把子女送出国 让全民买单 失去监督的权力 就是洪水猛兽 我经常出差 看到一些三四线小城市 大建工业园 创新园 经济开发区 大多就是把地圈起来 竖一个排排 然后各种吹嘘 根本没有什么企业 大多都是为了卖地卖住宅 新开辟的无人居住区 也很少有行人 长达几公里 十几公里 道路两侧两 三十米一盏路灯 密度比城市中心还密 灯火辉煌 夜间如同白昼 真不知道这有啥用 难道是财政 钱多的花不了吗 浪费也是犯罪 今天的第十三条信息 21%失业率背后 隐藏着秘密 因为只要在咸鱼上 注册卖东西 也算是就业了 下面是发给学生的通知 所有人 各位同学 大家在咸鱼上 注册账号卖东西 也算自主创业 也算完成就业率 将上述两张图片 发给我就行 请有这方面业务 但是还没就业的同学 抓紧发给我吧 那么 实际上 必然社会上有更多人是处于失业状态的 今天的第十四条信息 一线城市也扛不住了 每日经济新闻 有数据显示 深圳将近四分之一的甲级写字楼 现在都空着没人租 其实不仅是深圳 从最新的数据看 一线城市的表现 似乎都不太理想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哪些行业的退租率 又最高的 今天的第十五条信息 当武汉市政府的债务率达到522%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 但看到青岛市997.3% 哈尔滨市1091.7%的时候 简直惊掉下巴 要知道贵阳目前债务是2604亿 债务率是512.7% 所以没有人救助的时候 这些大城市 必须坚强地活着 因为水面之下暗潮汹涌 今天的第十六条信息 他们是什么人 把路堵死 然后研究如何打通 把人隔离 然后研究如何促进消费 把企业搞黄 然后研究如何解决就业 把投资方下跑 然后研究如何招商引资 很多时候 看得太透 反而不快乐 倒不如幼稚的没心没肺 今天的第十七条信息 湖南通报微信群不雅信息事件 有网友发帖子讥讽 一个黑客 甚至一个团队 历经千辛万苦 不眠不休 付出万千努力 终于穿过全世界 第一流的网络安全屏障 发现了 这堵几百亿堆起来的 网络安全叹息墙上的 一个缺口 他们兴奋不已 于是决定用这个缺口 到一个湖南省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号 用他的号 在群里说 你老公在家不 记得穿丝袜